第七十二集 回到学校时 天都快黑了 确认所有人都安全回来 魏无羡跟大家告别 走向停车场 李响跟在他旁边 今天真好玩 李响说 嗯 魏无羡答得有点心不在焉 打开手机跟蓝忘机报备 告诉他自己要回来了 没走多远 前面有人迎面而来 天黑茫茫的 看得不是很清楚 走近了才发现是无意 跟他那一伙 知道他的目的应该是李响 魏无羡向旁边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快步走到前面 果然 李响被拦下了 魏无羡已经走出了十几步远 听到他们在交涉 声音不大不小 偶尔可以听见几个字 我不要你送 走开 别跟着我 都是李响的声音 无意的声音压得很低 像是很隐忍 魏无羡抿了抿唇 心想这是在学校 无意再嚣张也不可能对李响做什么 人家感情的纠葛 自己还是不要插手 然而事实是由不得他不想插手 李响在身后大声叫他的名字 魏无羡 你等等我 魏无羡只好停住脚步 眼睛转了转 缓慢地回过头去 不是说好一起走吗 李响脚步哒哒地跑过来 魏无羡 嗯 无意也跟了过来 脸色很不好看 魏无羡 你什么意思 默了默 魏无羡道 字面上的意思 他想坐我车 我同意了 你不知道他是我什么人吗 无意气势咄咄逼人 他是你什么人也跟我没关系 魏无羡冷声道 转身看向李响 抬了抬下巴 走 我车在那边 天色越来越黑了 有吃完饭的同学出来散步 偶尔视线苗向这边 头也并在一起小声地叽叽咕咕 李响忙跟到他身边 两人往停车长走 快走到车边 无意旁边几个Alpha不动声色地拦住他们的溜 无意脸上沉得出水来 魏无羡你存心跟我做对事吗 魏无羡浅铅哼一声 我还没这个雅兴 他跟人对视着 眼尾上挑 狭长的眼睛里不带一点情绪 正是这样 蔑视的意味更浓 抢了他在学生会的部长位置 打球也比他厉害 风头比他近 现在连自己追了这么久的人都要跟着他 无意简直怒不可遏 我看你就是周末叫职工几乎都回家了 这个时候停车场几乎没有人 不用担心有人看到 无意声音拔高了几度 我早看你不顺眼了 不如今天我们拔账一起算算 虽然不知道这人到底为什么对他那么大敌意 又有什么账号算的 但魏无羡想 一次说清楚也行 省了以后的麻烦 行啊 怎么算 他问 理想有点着急了 拦在魏无羡前面 别吵了 我跟你走就是 一面拉了拉魏无羡 小声跟他说 算了 他们人多 我跟他走 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魏无羡愣了下 觉得自己似乎更不可能不管了 他虽然绝不会主动去惹事 但谁一定要惹他 他也不怕 没事 在学校里 怕什么 魏无羡说着 还是一面把手表取下来 放到自己书包里 虽不知 他们这同仇敌忾又互相体贴的态度 更是惹恼了无意 他冷哼一声 都说魏部长厉害 跟个Alpha一样 果然啊 连Omega都不放过 魏无羡挑唇冷笑 我虽然是O 但有些不讲A德 随便欺负人的Alpha我还真看不上 闹肿 你说谁 无意旁边的Alpha忽视眈眈 为无羡目光平静 半点不切 我说水水心里自然有数 没说到的人就不会答话 还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 老大 今天不教训教训这小子 我看他要窜上天了 一个Alpha倒 另一个接嘴 对啊 得让他知道知道秩序 他妈的一个Omega敢这么拽 你看 不是我要动你 我兄弟们都看不过去了 你抢了我的位置不说 现在连我的人都要抢 嘴巴还不干净 无意故作好心地摊了摊手 不过我还真没打过Omega 给你个机会 跟我们哥几个下跪 道个歉 再发个誓 以后见到我叫大哥 我就放过你 魏无羡把书包取下 丢到一旁的绿化袋里 你们是一个个上 还是一起 语气里满是嘲讽 被魏无羡的态度刺激到 无意看着他微笑 紧接着脸上勃然变色 妈的 魏无羡你自找的 既然你这么狂妄 我成全你 他挥了挥手 兄弟们 上 气氛瞬间变得尖锐 在无意的招呼下 他的狐朋狗友 向魏无羡围过来 一个不知轻重的 Alpha率先出手 直接一拳揍出去 没有人看清 魏无羡是怎么躲开 轻轻轻的飞快的拳头 气静的球场猛然传来骨头的脆响 剑出的鲜血 惨叫 是那人被魏无羡一脚踹翻在地上 速度过快 他拿手去撑地 手骨折了 痛苦让Alpha的心吸塑 刹那间变得浓郁起来 魏无羡看着另几个向他步步逼近的Alpha 后颈的腺体神经开始突突跳动 以前为了对抗Alpha的欺凌 也没少打过架 魏无羡没想到进了大学 还是会面临这个问题 原因是Alpha认为这是他们的天下 绝不允许有Omega挑战他们的权威 魏无羡偏药 日常坚持地锻炼 让他即便是生了孩子 体格也较平常的Omega强壮得多 该有的肌肉一块都不少 双手捏紧拳 魏无羡抬脚踢开 在他面前倒下的那个Alpha 毫无巨色地看着面前那几个 目光沉郁的可怕 无意是第二个出手的 常年打篮球练就他一身像住了水一样的肌肉 魏无羡当然不会跟他硬杠 闪身避过 抬起腿要踢的时候 被不知什么时候 窜到他身后的一个Alpha偷袭 那人从他身后扣住他的脖子 猛地往后收紧胳膊 魏无羡腿在空气中虚踢了几下 就被迫拖地后退 无意一拳揍在他肚子上 重拳砸在肉体上的闷响 还有魏无羡拼命压制的喘息声 都让被这场架下的猛圈的理想骤然觉醒 他不要命地扑上来护住魏无羡 别打了 你们别打了 他隔在无意和魏无羡中间 不让他碰到魏无羡 同时向他求饶 我跟魏无羡又没什么 你别找他查 没什么 为什么今天你要跟他走 就是一起回家而已 一起回家就不能坐我的车 能 你们放开他 理想声音带上哭腔 他是真没料到这个Alpha会跟个风皮一样 趁着当儿魏无羡猛地向后一个反轴 将人顶开 脱离人的桎梏 魏无羡一把拉开理想 将他护在自己身后 你不要怕他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为什么魏勉强自己 无意暴怒 好啊魏无羡 我就知道是你教唆的 两个人重新又打在一起 无意那边人多 转眼就将魏无羡团团围住 大家魏无羡不怕 但可怕的是 这些下流的Alpha情绪激动式 就根本控制不住 也不会去控制自己的信息速 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 后颈的线体也传来难以忍受的烧灼感 魏无羡体力不支 也难免要吃亏 有Alpha甚至在口出狂言 今天我倒要看看 魏无羡到底是I还是O 他抬手扯开魏无羡的衣领 眼睛恶狠狠地盯住他的线体 似乎下一秒就要用自己的牙齿将他刺穿 魏无羡哪可能容忍他这样放肆 正开拳头将他的脸揍歪 又被其他人扭住 他双拳难敌四手 就在这时 啪 跟着 揪住魏无羡的人被一股大力甩开 其他围着的人都没看清来人的脸 就被他的脚扫住几米开外 罪魁之手被人当兴抓住 身高比人差一大截 无意两条腿都有点悬空 努力养着视线 才看清智固住自己的人 那样一张如副双血的脸 那样愤怒至极却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 还有几乎是绝对质押的信息素味道 让平日喜欢在同学里耀武扬威的无意瞬间变怂 他声音结结巴巴 仿佛来自血液里天生对强者的畏惧 你想干嘛